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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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厉害 厉害 这个东西确实 哎呀 能不管 山西村民误入白骨洞 洞内经现十几具千年干尸 干尸身上包裹着泥土被做成佛像 专家深入调查 竟然发现这一切和日本人有关 视频里的男子名叫李金锁 家住山西省介修市济家庄村 这天下午 老李带着自家的猎狗上山抓野兔 结果猎狗把他带到了一处山洞里 洞口还堆着许多石头 看来有人故意想把洞口封死 这让老李非常好奇 难不成洞里藏着金银财宝 或者武功秘籍吗 老李壮着胆子朝洞里走去 可他当时并没有拿手电筒 周围的能见度非常低 老李只能凭借打火机微弱的光亮 四处摸索 结果下一秒就摸到了一件东西 外形和人非常相似 身上还在不停地掉渣 老李又摸了几下 结果摸下来了一件头盖骨 老李当场就被吓软了 他强行让自己站起来 然后头也不回地朝洞外跑去 回家之后整晚都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 老李前去拜访村里德高望住的老人 想要打听有关山洞的故事 看看这具尸骨到底是谁放在里面的 结果问遍了全村人 却还是一无所获 此时有人提出 前段时间附近的镇子上 发生了一起命案 凶手会不会把尸体藏到了山洞里呢 老李听到这瞬间几倍发凉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凶手当时很可能就藏在山洞里 老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 很快就赶到了冀家庄村 在老李的带领下进入山洞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所谓的尸骨 其实是一尊尼宿佛像 而且数量足足有十几个 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同时心里非常纳闷 到底谁这么无聊 把佛像放在山洞里来吓人 这也太缺德了 就在众人打算回去的时候 老李却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几尊尼像已经出现了破损 而破损的地方赫然露出森森白骨 有些还是连皮带肉 还有一些露出了手指和脚筋 这哪是什么泥塑啊 这明明就是真正的尸体 这一发现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警方立刻将山洞封锁 和法医对遗骸进行检测后 却发现事情非常古怪 因为这些遗骸不是现代人 死亡时间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 警方长输一口气 本以为这是一起特大命案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可让法医想不通的是 这些遗体历经千年岁月 为什么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呢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打不上来 此时一位名叫武曾祥的专家 站了出来 声称自己破解了山洞尸骨的秘密 山西村民误入白骨洞 洞内经现十几具千年干尸 干尸身上包裹着泥土 被做成一尊尊佛像 专家深入调查 竟然发现这些尸骨 是传说中的包骨真身像 每一句都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 包骨真身也被称为肉身菩萨 相传得到高僧作画之后 遗体能够不腐不烂 我们弟子就用泥土将其包裹 塑造成佛像供人参拜 早在2015年 匈牙利举办的展览会上 就出现过一具来自中国的佛像 当人们使用CT进行扫描之后 竟然在佛像内部 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遗体 外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当场就被震惊的语无伦次 甚至声称这是来自东方古国的木乃伊 是一件震惊世界的无价之宝 而这尊佛像就是肉身菩萨 难以想象如此珍贵的肉身菩萨 会出现在棉山的一处小山洞里 而且还是整整十二具 用震惊世界来形容都不为过 专家仔细观察了这些佛像 发现他们的保存状况非常好 面部表情栩栩如生 虽然露在外面的部分已经风化干枯 但被泥土包裹的肌肉组织 仍然保持着弹性 此时有人提出了质疑 声称这些不是肉身菩萨 因为安徽九华山上就供奉着许多肉身菩萨 他们全身都被金粉包裹 看起来就很奢华 但棉山上出现的十二尊佛像 外面却是泥巴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专家对此表示 只要高僧的遗体不腐不烂 都可以被称为肉身菩萨 至于外面包裹金粉还是泥巴 完全取决于当地的风俗 为了搞清楚十二尊肉身菩萨的来历 专家查阅了大量资料 还对山洞附近的云峰寺进行了走访调查 结果又发现了三尊肉身菩萨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紧接着专家在寺庙的石碑上发现了一段名文 上面明确记载 棉山有十五尊肉身菩萨 专家还跟寺庙住持一一考证 每一尊肉身菩萨的年代 其中唐代的佛像有四尊 宋代的佛像有六尊 金代两尊 元代三尊 人们难以置信 棉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竟然出现了十五尊肉身菩萨 而且还是遥远年间的珍贵塑像 这也意味着棉山足以成为和九华山齐名的佛教圣地 此时一个更大的疑惑冒了出来 为什么这些肉身菩萨能够历经千年不腐不烂呢 莫非这些得到高僧作画之后 遗体经过了特殊处理吗 专家仔细研究后表示不可能 因为这些肉身菩萨没有任何防腐处理 完全是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 难道用泥巴包裹遗体就能起到防腐的作用吗 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的 这个东西确实 哎呀 山西村民误入白骨洞 洞内经现十几具千年干湿 干湿身上包裹着泥土 被做成佛像 专家深入调查 竟然发现这一切和日本人有关 棉山上的僧人表示 高僧死后遗体之所以能够不服 是因为他们生前德高望重 寄托了老百姓的思念 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玄幻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这十五尊肉身菩萨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云峰寺的空王佛 他本名叫做田智超 民间传说此人法力无边高深莫测 一年长安遭遇大汉 百姓颗粒无收 唐王李世民就派人找到田智超 想让他求一场大雨 结果田智超看向正在逃迷的徒弟 徒弟心领神会 当场把逃迷水泼向长安城的方向 结果下一秒长安上空 就下起了瓢泊大雨 李世民忍不住感叹 田智超真乃活佛也 贞观十五年 李世民亲自来到棉山朝拜 然而田智超已经圆寄了 李世民为了纪念他 就当场册封他为空王佛 并将田智超的遗体塑成金身 供后人鼎礼膜拜 除此之外 李世民还让人在棉山上悬挂了许多灵当 以此表示祈求灵验 有了李世民的加持 棉山一度香火鼎盛 陆续出现了许多得道高僧 他们圆寂之后 同样被做成了肉身菩萨 原本应该供奉在寺庙里 可几十年前清华战争爆发 日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庙里的和尚为了躲避战乱 纷纷选择下山还俗 到最后只剩下一名老和尚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老和尚就将十二具肉身菩萨 藏进了山洞里 然后用石头将洞口封死 做完这一切后 这才依依不舍地下山躲避战乱 结果这些肉身菩萨 在洞里待了整整七十多年 了解完肉身菩萨的来历后 专家开始研究他们不符的真相 云封寺的主持表示 这些高僧的修炼方法虽然各不相同 但他们全都吃素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避骨 在这期间除了水之外 不会吃任何食物 而且高僧能算出自己圆寂的日子 所以会提前上山避骨 不吃不喝直到死去 遗体被人发现的时候 还保持着生前的模样 而高僧避骨修炼的地方 就是当初发现肉身菩萨的山洞 如果临死之前不吃不喝就能防腐的话 这未免也太牵强了 专家将目光看向了这柱山洞 调查后发现这里的气候非常特殊 周围的石灰岩能够吸收水分 使空气保持干燥 加上良好的通风条件 才造就了遗体千年不符的奇迹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